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但凡肖战参演的影视作品基本很少出现落透满天飞的情况 足以见得剧组保密措施比较到位非常到位 不过偶尔网上也会留出那么几张演员的休息账 让大家一来属于剧中角色的限定魅力 按照开机时间来推算 娇阳伴我这部作品的已经临近尾声 而网上也爆出了剧集即将杀青的传言 从演员阵容和作品题材来看 娇阳伴我应该会和闷钟的那片海一样 先是留出演员的杀青露特照 最后更新节色剧照 再放一波视频布料出来 在热门IP影视化已经成为主流的当下 能坚持做原创剧本本来就是令人钦佩的一件事 娇阳伴我的名字虽然和顾曼的娇阳自我只有一字之差 却是另一个跌宕起伏又不失温情的故事 娇阳伴我的女主简兵白百合饰演 是业内知名的广告导演 男主盛阳肖战饰演是出入社会的新人 两人在一家餐厅偶遇 一位刚结束婚姻 一位等待爱情无果 两位陌生人因此结缘 展开了一段奇妙浪漫的爱情 携手走过漫漫余生 两位主角并没有就是主类型的人设 而是互相依赖 共同成正 简兵在盛阳的陪伴下 充实对生活与爱情的信心 顺扬在简兵的引导和鼓励下 从青色莽撞的少年成长起来 崭露芬芒 但成年人的不是只有温柔和浪漫 更要一起面对人生的挫折 得到家人和朋友的认可 面对身份 业力上的差异 家人反对以及职场上的留言时 简兵和顺扬并没有草率说分手 也没有想过用叛逆的行为去抗争 而是决定把未来交给时间 时间的喜让两人成长蜕变 顺扬和简兵拥有太多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生命中太多的第一次都是彼此一起经历 虽然两人的名字看起来水火不容 但在分开的日记里 他们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而人间温柔 相爱的人错过了也总会相遇 最后相视一笑 携手一身 肖战在入圈之前就是一位设计师 此次在娇阳帮我中饰演新人设计师 也算是本色出演 从消息照中的状态来看 顺扬也是少年感十足的小太阳 肖战穿着设气感十足的外套 也遮挡不住浑身的少年感 无论是挑眉搞怪还是伸手点赞 都让人一切难忘 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 肖战和白百合都是妥妥的姐弟cp 剧中的盛阳虽然年岁不大 却很有责任感 和简兵在一起时既有少年的青色可爱 也有男友力爆棚的时刻 光看两人同框的路特照 就已经开始期待他们在正片中的对手戏了 从零星的路特照 以及肖战和白百合的部分上班照来看 已经能看到简兵和盛阳引领潮流时尚的盛况了 肖战自己就是设计师出身 对于穿搭有着独到的见解 白百合的私服也是女性中很有辨识度的存在 在某书更是掀起了一波潮流 白百合不仅自身演技过硬 状态也是令人惊艳 哪怕是略显臃肿的冬季衣服也能传出舒适感 日常水出的上班照格外优雅 一点也看不出升级当妈的疲惫 反而像极了处处忙碌的大学生 愿力都在气质上 肖战骄阳帮我休息照曝光 盛阳笑容青色 白百合颜值气质佳 你期待这部作品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订阅